你知道有机化物的定义吗 干溜实验怎么做 如何来判断有机物 以及四大化物 丸类、纯类、酸类跟脂类有什么特性 刘威老师今天一次说给你懂 每天10分钟陪着孩子往前冲 嗨大家好我是刘威老师 今天我们来聊聊国二理化 有机化物跟干溜实验的故事 有机避寒碳是有机化物最重要的根本 但是反过来说 寒碳避有机这句话也是正确的吗 很抱称是错误的 应该说寒碳的不一定是有机化物 那到底什么物质是寒碳 butter不是有机化物呢 第一纯碳 煤炭、钻石、木炭都是 第二碳的氧化物 一氧化碳CO、二氧化碳CO2也是 第三碳酸原类、碳酸H2CO3、碳酸钙都是 其实除了这三大类之外 还有碳的硫化物、氢化物以及氢酸原类 这六大种都是寒碳的无机物 要记得啊 考试比较常出现的是右手边大框框的那三组 很重要哦 一定要记得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甲碗 甲就是一个碳 因此类推 一就是两个碳 饼就是三个碳 碗内的结构是中一个碳原子有四个键 就是图上面的四只脚 而且四个键一定要接别人 像碗内就只能接氢原子 所以甲碗的结构是非常简单 已经完成了 就是一个碳原子配上四个氢原子 完成了甲碗结构是之后 我们来看看乙丸 你应该会认为乙丸就是两个甲碗叠在一起吧 很抱歉哦 有一点点的小限制啦 碳跟碳之间不能有其他原子存在 所以要把不是碳原子的去除 所以咯碳跟碳之间的氢原子要拿掉 然后把其他的原子合并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乙丸结构式 乙丸的化学式就是C2H6 接下来我们用乙丸来做延伸 先看清楚左边的乙丸的结构式哦 就只有碳原子跟氢原子而已 所以碗类又是碳氢化合物 往右边走一下 乙丸的好朋友叫做乙丸 你有发现吗 碗类跟丸类的结构式差别 就是在右手边的H 换成了OH 或者用比较读书人的说法 就是厅内侧鏈中的氢原子 被枪击取代而成的化合物 一样的道理 乙丸就是被缩击COOH 取代而成的化合物 还蛮简单的吧 我们先做一个小结论吧 一般的碳氢化物碗类被OHG 取代之后就变成纯类 一般的碳氢化物碗类被COOH 所取代之后就变成酸类 好还有一个香香的新同学 就是纯类加上酸类 结合成的纸类 到现在为止国中的有机化物碗类 纯类酸类跟纸类全部登场 刘伟老师希望你们用画图 画结构式的方式去记有机化学式的写法 尽量不要用背公式来记忆哦 接下来来看看这个单元要如何出体吧 有关竹筷干溜的实验下列叙述何则正确 首先来看一下本单元的重要实验 干溜 所谓的干溜就是隔绝空气加热 使物质分解的过程 就是干溜 通常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会用竹筷子来做干溜实验 竹筷子在做干溜实验之后 会产生三大类的产物 最先出现的就是气体啦 竹筷干溜所产生的气体 有分成可燃氢气体跟不可燃气体 可燃气体又包含了甲烷氢气 跟一氧化碳 不可燃气体包含了水蒸气跟二氧化碳 其中水蒸气会以白烟形式出现 这一个白烟就是水蒸气 或者小水滴的概念 小烤断烤一定会出现哦 再来干溜实验也会产生液体 包含了黏黏黑色的胶油 以及弱酸性的醋酸 最后出现的就是固体了哦 很简单的就是黑色的碳 或者是竹炭 复习完毕之后 马上来看一下四个选项 A选项 因为冒出的白烟含有二氧化碳 所以可以拿来灭火 来了啦 刚刚才提醒你而已啊 白烟就是小水滴 绝对不是二氧化碳哦 所以A选项先拜拜 B选项 黑色液体的成分为胶油 这正确啊 就是它了 所以本题答案就选 B C选项 C选项 液体成分中可以让石蕊式子变色的为胶油 这一定不对的啦 会让石蕊式子变色的应该是弱酸性的醋酸哦 最后来看一下猪选项 将干溜之后残余的固体燃烧 可以得到二氧化碳跟水蒸气 很抱歉吼 剩下的固体足碳已经没有任何的氢原子了 再怎么燃烧都没有办法出现水蒸气 H2O哦 本题结束 下列哪一种方式可以确认面粉是否有机化物 这种题目就直接看选项啦 A选项将面粉溶于水之后加本事液隔水加热 观察颜色是否变色 哎这个概念我们在国际生物课就学过了啊 本事液是用来测试葡萄糖的 葡萄糖越多本事液就会越红 所以A选项先拜拜 B选项D加点液测试看颜色是否呈现蓝黑色 这一样的嘛 点液是用来测淀粉的 有淀粉就会变成蓝黑色 没有淀粉就是黄褐色了哦 所以B选项也拜拜 C选项将面粉泡在澄清石灰水中 看石灰水是否会变白色浑浊 这在上学期的实验就学过了啊 澄清水水是用来测试二氧化碳的 有二氧化碳就会变成白色浑浊 所以C选项也拜拜啦 ABC三个选项都拜拜再联络了 所以本题答案就选猪 猪选项将面粉跟氧化酮混合之后 放在氏管中加热 并且将产生的气体导入澄清水水 观察水水是否变浑浊 这一个是本单元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 是否为有机化物的实验 首先 面粉跟氧化酮加热之后 面粉中的碳跟氧化酮中的氧做结合 就会形成气体二氧化碳 接着二氧化碳遇到澄清水水之后 就会变成白色浑浊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面粉是有机化物 这个实验跟刚刚的干溜实验 是有机化物这个章节 非常非常重要的实验概念 一定务必要反复的经手 接下来来看一下有机化物性质差异的提醒 将分别装有酒精醋酸乙酸移植的三根试管 分别标示甲乙柄 依序进行下列实验观察三只试管的反应 结果记录如副表 有关甲乙柄三根试管属中的议题 下列据述何则正确 这种实验表格提醒 就直接来看实验结果 视线请移动到左下方 以蓝色实验试据做检测 结果发现只有柄呈现红色 我们从小就知道了吗 蓝色实验试据变红色就一定是酸性吗 在这一组实验里面呈现酸性的 不就只有醋酸吗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柄就是醋酸 所以先把A选项跟Z选项 白白再联络啦 再来视线请移动到中间的位置 发现乙氏管加入水之后分成两层 表示乙不容易水 经过做实验之后就可以知道 纸类是不容易水滴 所以可以确定乙就是纸类 所以C选项也白白再联络啦 A、C株都白白再联络了 所以本题答案就选B 经过了上述的观念讲解跟题目练习 你应该知道有机化物的定义 很重要的干流实验 以及国中阶段以四大有机物的结构式写法 记得哦 懂了概念之后多做一些题目才不会忘记哦 加油 最后赶快订阅柳一老师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以及分享 柳一老师会在每次上课的时候 用最简单的方式 把理解的概念传送给你 这样子你就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 拿到最高的分数了 拜拜